半夜打游戏,我随便匹配了个附近的人 完了没一会儿,对方在公屏上打字 二号,把你迈开一下 我照做,下一秒就从耳机里拼见一阵咆哮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脚打游戏 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吧 你瞅瞅你走这两步,跟他妈小脑发育不全似的 我,对不起啊 可能是我脑子里的肿瘤又变大了 有点压迫神经,我明天就去检查 对方死一样的静默 第二天,是有把我从床上叫醒 炎炎,你快看学校论坛 校爸把你游戏ID发出来了 半夜三跟疯了一样,找你道歉 一,听说操场上有人包了无人机表白 我兴冲冲的去看热闹 到了才发现男主角竟是我暗恋了亲眼的竹马 陆婷站在一大片花海里 抱着一大束粉玫瑰对我室友单膝下跪 周围拥挤的人群尖叫着发出阵阵喝彩 我站在人群中间,突然就意识到 原来他对我那么好,只是为了接近秦威 而我发给他的无数条表白信息 每次都换回淡淡的一句,别闹 现在,他们两个牵着手看过来 我只能流着眼泪落荒而逃 二,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生怕在路上被人看到这副鬼样子 只好选了条连路灯都没有的小路回宿舍 我没带纸巾,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只管闷头往前走 转弯时一个没看清,直愣愣撞到别人身上 脸埋到对方胸口的那种 软软的,触感不错,应该挺大,等等 我在想什么黄色废品 我迅速后退几步,这才感觉脸都干净了不少 根据能量守恒,我脸上干净了 那他衣服上,我哆嗦一下,不敢往下想 那人站直了,才闷哼一声,气急败坏的毒脑 你眼睛长头顶了,都不看路的吗 脾气很不好的样子 我缩着脖子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这边太黑了,我看不清 我从小就夜忙,不严重 但到了晚上,视力确实会下降很多 这会儿都没看清眼前这人到底长什么样 唯一能辨别出来的只有,性别难,很高 再加一点,胸大 他低头看着我,几秒后 把一团叠得四四方方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大小,这手感,难道是,情书 在这儿都能碰上我的追求者了 我递回去,果断道,婉拒了哈 对方一愣,笑了,怎么还哭傻了呢 给你纸巾都不要 我,纸巾啊,纸巾你给叠成豆腐块干嘛 我正想着,怎么合理又优雅的把他玩意要回来 对方大手一挥抖落开 极其温柔又精准地擦去,我晶莹的大鼻涕 不是,你多冒昧啊,可得擦干净点 不然出去了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他一点没表现出嫌弃的意思 乐此不疲地又抽了一掌 接着擦我的眼泪 这番动作下来,我实在不太好意思 盯着他冲锋衣外套上的那一处湿润闪光点 犹豫着开口 你把衣服脱了吧 他手一顿,话落在我耳边 咳,这不好吧 后面有两个人呢 你要实在想的话,咱们 我大手一指,他目光看过去 好,几分钟后 我手里多了件十足鸟的外套 三,宿舍几个人都在 除了秦威 他们明显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我叹了口气 你还好吧 我发誓,我们真不知道 他挂在嘴边说的那个在追他的人是陆婷 文文抄起晾衣杆 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朋友福不可欺啊 这人怎么能这样 其实我也好奇 他怎么能这样呢 一边看着我掏心掏肺地喜欢陆婷 一边背着所有人和他纠缠到一起 还有陆婷 明知道我喜欢他 知道我拼死拼活考到这个学校 是为了能随时见他 知道我大学几年没谈恋爱是在等他 可他还是心安理得的和我室友在一起了 但凡他选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都不至于让我这么憋屈 就非要选一个 我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吗 就这么不在乎我的感觉吗 他们两个浓情蜜意的时候 肯定都拿我当傻子吧 秦威晚上没回来 去干嘛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一个个苦大抽身地看着我 生怕我想不开 顶着他们的目光 我早早睡觉 梦里全是陆婷和我并排站着 他在巷子口等我上学 带我吃学校门口的佳人馄饨 懒了小男生送来的情书 义正慈严地说 沈妍不要早恋 一幕幕闪过 最后他拉着秦威站在我的对面 冷冷地看着我 他说 沈妍 友情和爱情 我还是分得清的 我猛地惊醒 擦干眼泪 看看手机才十二点半 横竖睡不着 只好蹲在楼道里打游戏 陆婷的头像亮着 我一愣 心想这两口子真有意思 闲着时间都在甜蜜双排 我之前每次半夜上线 都是拉着他一起玩 可这次 手指丝毫不带 犹豫地点像匹配附近的人 四 游戏开始后 我多少有些恍惚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 这波好像匹配到了个莽夫 开局就点了人最多的混战点 在我打了个问号后 他在公屏表示 这里物资最多 我当然知道 可我是混子 是狗王 是一整局都能蹲在草里不露头的人物 你在HS大学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AK47剑裁王哥的名号 你怎么干的呀 终于 在开局五分钟 我第三次被对手击倒后 他又在公屏发话 二号 最后甚至让我这个拖油瓶 举起奖杯 他真的 我哭死 一局结束 我创下历史最高分 欢欢喜喜地回去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 室友抱着手机尖叫 严严 你昨晚背着我们做了什么 竟然让校爸在表白墙和学校论坛捞你 我迷迷糊糊地问 什么校爸 他捞我干嘛 他框框甩过来一张图 段哥在凌晨4点27分 发布了我的游戏ID 还附带一篇道歉信 洋洋洒洒打了几百个字 言辞之真切 态度之诚恳 让人不由怀疑 这老哥羞愧得一宿没睡 下面评论区更是精彩 一群哈哈怪疯狂刷屏 你竟然会被这种唾梗骗到 他表示 6 还有些看热闹不嫌是大的熟人 爱头我 隔空喊话 建材王哥 找你的 我 谢谢啊 校爸也回复 谢谢啊 时间 一分钟前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连滚带爬地点进主页 把所有露脸的照片 一律扇了得干净 没刚喘口气 后台滴滴响了两声 可以啊 铁子删得还挺快 看来今天的肿瘤 没压着神经 晚上七点 你宿舍楼下 聊聊 虽然是问句 看起来却莫名有种操场约驾的证实 脑子里灯时蹦出来四个大字 无命休矣 这谁还敢去呀 我抖着手打字 对不起 还没等我憋出一句话 他又发来 要是没看见你的话 我就只能去十九级舞蹈学院找人了 你也不想我这样吧 沈颜同学 我 该死 到底是谁把我的信息泄露得如此干净 5 接下来的小半天 我都沉浸在货不单行的悲伤中 连室友们的逛街邀请都拒绝了 一心思考 怎么才能在校爸的铁拳下逃过一劫 直到秦薇推门进来 他手里提着满满当当的奢侈品购物袋子 本就明艳的脸上更显翘丽 看见我似乎还吃了一惊 呀 你在宿舍呢 我看他一眼 没理 继续在度娘搜索速成格斗术 在生命大事面前 绿茶都是可以晚会对付的 可某人明显不明白这个道理 巴巴凑过来 炎炎 我知道你会生我的气 之前也犹豫过很久要不要告诉你 但是露婷他 我上下瞥他一眼 滚 简单的嘴臭 极致的享受 他愣了一下 反手掏出手机 委屈兮兮的 喂 你听到了 对不起啊 我没有听你的话 但我真的很想收到炎炎的祝福 我狂翻白眼 因为我一招还想让我祝福 我只能祝你们早日分手 我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当场给他展示一套现学的组合拳 我的时候还得意洋洋的扫了我一眼 得 看来是贴心男友过来送温暖了 我趴在宿舍窗台往下看 果然 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似有所感 黑亮的眸子看过来 发现是我 仰着的嘴角又猛的落下去 什么意思 我有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他拿出手机摆弄几下 几秒后 我手机震动起来 别闹了 你待会儿去和薇薇道歉 我 得 又一个谈恋爱谈降致的 我转身 猛的拉上窗帘 眼不见心不凡 六 眼看着时针指向六点 室友们纷纷给我套上 他们的逛街战利品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纯玉风露肩短裙 裸色高跟鞋 没了 拦住他们蠢蠢欲动的手 我问 是不是误会了 我好像不是要去约会吧 这别说格斗术了 被打的时候跑都跑不了啊 他们集体露出一副 如此不可教也的表情 我们打听过了 段哥学了好几年的散打 嘶 这真是条十分有用的信息 听姐们一句话 你就这么过去 再狠心的男人都不舍得为难你 嘶 好像 也有点道理 于是 在我受他们蛊惑 七点钟准时站在宿舍楼下 顶着夜间冷风猛打喷嚏的时候 狠狠后悔了 宿舍五个人 就没一个看看天气预报的吗 更恐怖的是 一抬头就发现 路对面有位寸头帅哥 眼都不眨的叮嘱看 眉目俊朗 五官立体 应该就是段哥了 好像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凶神恶煞 这念头刚刚闪过 就见寸头帅哥微微眯眼 抬起手 迈着长腿大步向我走来 我下意识闭眼 十分迅速地往旁边闪了一下 下一秒 就感觉某样沉重的东西披上我的肩头 是一件外套 他露出里面穿的T恤 手臂肌肉线条流畅 手腕处有一道疤 宽肩窄腰 看着还真有点难磨的气质 等等 我甩甩脑子 惊觉这两天想的怎么全是这种东西 现在分明不是春天 他给我拢紧领口 又低着脑袋 把过长的袖子往上折了几圈 知道害怕还穿裙子下来啊 你可真够放心我的 他嘟囔了句 落在耳边又酥又骂 我老脸一红 着急忙慌地戳回手臂 我自己来 他挑眉 慢慢悠悠收回手 语调慵懒 你可别误会 什么话 我当然不会误会 我只是怕某个小糊涂鬼 在把我衣服蹭脏了 我卷袖口的动作一顿 看着他诡秘莫测的表情 不由思索 怎么感觉话里有话呢 气 段哥看起来心情很好 一点没有要聊聊的意思 听我说要请他吃饭 也愉快答应 哼着小曲 一路带我到附近 很出名的一家重庆火锅店 这个可以吧 看你应该挺喜欢吃辣的 虽然不知道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不过这话倒是没说错 我属于无辣不欢的类型 这家店在我的攻略里 讨好久 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因为陆婷不吃辣 我邀请过他几次 他说重油重辣不健康 我只好作罢 后来关注最多的餐厅 也慢慢变成了月菜和日料 所以能在这个地方碰到陆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那会儿我正坐立南安 一时摸不清楚 断歌是什么意思 只能在他看菜单的时候 酝酿语言 该道歉还是要道歉的 大不了我也编辑一个小作文 正想着 一道阴影照在头顶 抬头一看 陆婷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旁边 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一遍 神色灰暗不明 秦薇在他身后跟着 眼神在我们三个身上乱转 表情复杂 但实在算不上好看 我一愣 心说什么孽缘 这都能遇上 断歌迎着他们的目光 把菜单递过来 你看看有什么要加的 随后抱着手臂 靠在椅背上 瞅着秦薇似笑非笑 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只是目光看起来十分危险 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 发现他勾的那些 竟然全是自己想吃的 招呼服务员拿走菜单 对方一点没发现 几人中间诡异的气氛 十分贴心地问 这里是需要拼桌吗 我和秦薇齐声道 不是 他若无其事地指了指旁边那桌 我们在那边 我身头一看 好家伙 辣锅配油碟 啪啪打脸 我冷笑 看来不是不愿意吃辣 只是不愿意跟我吃 压下心里那点不痛快 我看他半晌不动 直接开口赶人 你俩往旁边稍稍挪挪吧 我们还得吃饭呢 陆婷俊朗的脸上表情一僵 拉着我的手腕 说出了今晚的第一句话 你和这种人戳和什么 跟我出去 这话一出 别说断歌了 我都直接拍案而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抓住机会 溜须拍马 试图获得他的好感 让他不再究竟那点误会 很妙的一招 曲线救国 他人帅腿长身才好 游戏上分块 说话还好听 在我心里 可比某些双标人强多了 我口无遮拦的一口气说完 眼角偷偷撇过去 发现这人哥哥笑作一团 八 陆婷攥着我的手又紧了紧 是吗 那他随便打人呢 他大儿那年 因为打架被全校通报呢 沈妍 你是不是忘了 你最讨厌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是忘了大儿那年 我心一颤 对段哥说了句稍等 拽着他就往外走 在空无一人的小巷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 陆婷 我最讨厌玩弄别人真心的人 我一字一顿 看着慌慌张张跟出来的秦薇 冷漠地勾起唇角 上个月我过生日那天 你和秦薇出去那么久干嘛了 送我的那条手链 是给他买项链的赠品吧 还有上半年的校庆日 你破天荒来看我表演 其实也是因为他吧 兴许是灯光的原因 他脸色苍白 张了张嘴想要解释 对我打断 之前你一直没谈恋爱 我以为自己有希望呢 陆婷 这件事你如果早点说清楚 我是绝对不会虎脚蛮缠的 不过现在也不迟 他一愣 眸光忽明忽暗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以后就不喜欢你了 我追求者也不少 你知道的吧 没记错的话 我好像还是HS大学校花呢 他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却只觉得心情舒畅 话题为劳七年 总该到跳出来的时候了 没再看他 我转身回去 出乎意料地 在向脚看见一个人 你在这儿干嘛呢 偷听 他上半张脸 隐在黑暗里 看不清表情 好一会儿才伸出张大手 静止占据我的头顶 狠狠揉了两下 我怕你偷偷跟人跑了 幸好你没有太蠢 我躲开他的蹂躏 小声嘟囔 什么呀 我才不会走呢 他目光沉沉地 满脸期待 怎么 你刚才说的那些 不会都是真心话吧 我 想多了 我还没吃饭 很饿 他 哦 就 再回店里 我们默契地没有提起 刚才那场闹剧 真的伺候 倒水涮菜 干得不亦乐乎 就差拿着筷子 往我嘴里送饭了 终于 在他跃跃欲试 要帮我擦嘴角的油石 被我一把拍开的手 你这是什么癖好 学散打的笑霸 突变天茶倒水的丫鬟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我如坐针毡 着实不习惯 借着尿顿的理由 出门结账 收银员贪手一笑 跟你一起来的那位帅哥 已经付过了哦 他看左右没人 又敲咪咪说了声 姐妹 你们两个好般配啊 我双臂挥得像转盘 连带着脖子一起摆动 不是不是 你误会了 我这 身后突然冒出只手 揽着我的脖子往外走 服务员眼睛一亮 看着我俩跌跌撞撞的出门 还不忘喊了声 欢迎下次再来 只有我还在无力争辩 我俩真不是 服务员质肉网门 真的好般配哦 出了门 我接过他递来的口香糖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不是说好了我请客吗 对啊 你请客我付钱 这不是很正常 是 很不正常好吗 他咧嘴笑 你要是这么在乎 下次再付回来不就好了 我想了一下 掏出手机 我还是直接把钱转给你吧 断歌 婉拒了哈 好熟悉的对话 路上他叙叙叨叨说了不少话 比如他知道 那是剧玩笑话的时候 其实松了一口气 再比如 约我出来主要是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到那么下饭 我 倒也不用如此诚实 然后我就发现 长得漂亮 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我撩撩耳边的碎发 心想算你小子说了巨人话 他在绚丽的霓虹灯下 微微别过脸 沉声道 沈妍 我能加你的联系方式吗 我微微一正 压下躁动的心跳 连忙低下头找手机 假装没看到他红到 要低血的耳垂 然后就听到他嘀嘀的笑 沈妍 你脸红了 我 闭嘴 咱俩半斤八两好吗 怎么还五十不笑百步呢 十 段歌送我到宿舍楼下 那 我就先上去了 他点点头 眸光一闪 视线撇过路边小亭子 又快速收回来 落到我身上 扯出去眉头莫尾的话 你昨天给我洗的那件外套 还没干吧 明天我来拿 说完转身就走 我 什么情况 所以说我昨天撞上的那个人 是他 怪不得一直觉得 声音那么耳熟 你怎么不早说 他潇洒的挥挥手 含笑的声音传来 走了 小糊涂鬼 我目送他走远 正要上楼 听旁边传来一声呼唤 沈妍 路婷从黑暗里走出来 站在我面前 面色不善 问的话也是咄咄逼人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说不喜欢我了 是不是因为他 我发猛 听到最后哭哧一笑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你是我 他嘴唇开开合合 最后从嗓子眼 憋出来两个字 朋友 兴许是看我表情冷漠 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他抓着我肩膀 恨不得把我咬醒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话 段哥能毫无理由的 把一个陌生人打个半死 你觉得被这样的人缠上你 还能逃得开吗 路婷失控的样子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 他力气很大 这会儿恨不得把我肩膀捏穿 我又推又打 可这人跟块石头一样 根本不为所动 身边三三两两 围起来一小圈人 拿着手机拍照 凑在一块议论纷纷 眼看着事情要闹大 幸好秦薇下来了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瞬间垒暗起来 秦薇应该是在楼上听到动静 谁曾想会看到 刚交的男朋友拉着他 一向看不上眼的 小青梅不撒手 他跟镇小旋风一样 钻过人群 轻而易举地拿下路婷的手 爱情 这绝对是爱情 我看了都忍不住拍手叫好 可我没空 低头看去 肩头果然红了一片 秦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在我怀疑他下一秒 就会举着巴掌打过来时 又故作柔弱地 钻进路婷怀里 不是说好了再等我一会儿吗 怎么和他闹起来了 路婷不语 垂眸看着他 眼神晦暗不明 好一会儿 他哑声对我说一声抱歉 然后置身离开 秦薇脸色阴沉地能滴出水来 弯了我一眼就往宿舍跑 没过多久 路婷又发消息过来 炎炎他和苏迟没区别的 你自己想清楚 苏迟 这个名字猛地从记忆里被他揪出来 直砸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十一 我做了一整晚的噩梦 梦里我才大二 正在准备月底的文艺会演 节目是团体舞 练起来声势浩大 门外密密麻麻围了一群人 我们练到一半才休息 正坐着喝水 就见苏迟挂着摄像机走进来 他皮肤很白 鼻梁上挂着一副细矿眼镜 笑嘻嘻的 但眼神总是很阴逸 我和他视线一触即分 然后就见他静止走过来 同学你好 我们是笑摄影会的 想拍两张宣传照片 可以吗 我点点头 示意他自便 然后就低头看手机 路婷今天下午明明没课 为什么还不回消息 我在休息结束前又轰炸他几条 抬头才发现这人还没走 他们社团的人坐在另一边的垫子上 隔着机敏远的距离 他直勾勾看过来 目光中带着审视 表情轻飘 我一愣 扯扯练功夫 第一次感觉 这身装扮会让我如此不适 大家有条不紊的排练 期间夹杂着几声快门声 等他们拍完照出去 我终于松了口气 却没想到 同那之后才是我呃梦的开始 苏迟不知从美妖来了我的微信 开始不厌其烦的对我进行骚扰 先是发来几张他在舞蹈室拍的照片 我在每张里面都占据着最大板块 他说 很漂亮 我不冷不淡的打字 谢谢 不过像这种人尽皆知的事情 就不用你特意强调了 他没再回复 只是每天都会发来新的照片 闹钟式的雷打不动 他总能拍到我独自一人的照片 在教学楼的 舞蹈式的 餐厅的 甚至是在图书馆趴着睡觉的 每次后面都坠着一句 好漂亮 你很可爱 宝贝今天笑得很开心 他像个偷窥狂 无限亏损我的生活 而我每次都毫无察觉 我越看越觉得恐惧 拉黑了他几个号码 可他总能突然出现在 我好友列表里 我忍无可忍 直接把聊天记录打印出来 去找辅导员 他随意翻了几页 给出的回答是 男孩子吗 有时候不懂 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你私下和他好好聊聊 不用担心 在他拍着胸脯 保证不用担心的当天 我收到零份匿名快递 我察觉到不对 但那回路婷就在旁边 我心里好歹有点依托 拆开一看 是件内衣 别说我 就连路婷的脸色都黑了又黑 叮铃一声 手机屏幕跳跃着 闪出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亲爱的穿上这个 一定很好看 我一阵恶心 慌得说不出话来 只听得见路婷镇定的声音 他说 沈颜立马报警 我照做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打爆发了过去 第二天 苏池被校方退学处理 十二 我醒来后一阵恍惚 脑子里乱糟糟的 只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 段哥和苏池不是一类人 苏池是变态 被他看一眼 都能抱着垃圾桶土上三天三夜 而段哥 我想起他黑亮的双眼 和昨晚通红的耳朵 这哪能是坏人 分明是乖乖小狗 可我还是耐不住好奇 点开了校园论坛 听路婷的意思 那件事在学校轰动应该挺大 可我翻遍了论坛 也只看到几张盖了 交务处红章的通报文件 下达的时间 在苏池被退学的一周后 正好是我请假出去散心的那几天 怪不得对这是没什么印象 正思索着 文文提着早饭站在我床头 你发什么呆呢 快下来吃饭 我快速洗漱 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你知道段哥打架那回事吗 他吸溜一口舟 大二那年的是吧 我当然知道 就在女生宿舍旁边那条路上 据说吓了死手 救护车来的时候那人都快没气了 我大为吃惊 想到他手腕上那条扭曲的长巴 下意识问 那段哥没受伤吗 他咬包子的动作一挺 你的重点是不是找偏了 是 妈 我甘大的笑笑 听他继续说 反正他俩被人发现的时候 身上都有血 只不过一个躺着一个站着 那种场面 应该没人敢去细看吧 脑海里浮现出这幅画面 我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怎么突然问这个 看来昨晚你们聊得不错吗 确实不错 我看着他七点多发来的那张健身照 不由勾了勾唇脚 他壮丝不经意地聊起 大半边的衣角擦汗 露出快快分明的腹肌 反正就是说 谁能拒绝大清早看肌肉猛男 反正我不行 无嘴尖叫之后 我正惊道 不错 可是就这一个动作多少 显得有些单调 他知道了 我以为他又要搔手弄姿地去拍照 左等右等 终于等来他的下一条消息 下楼吧 亲眼看会发现更多乐趣 脸颊微烫 我矜持到 那多不好 下一秒 取下阳台的外套就往楼下跑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图书馆 他递给我厚厚的一本书 上面几个大字 人体解剖学 看我捏着书籍的手直抖了抖 他笑得更开心了 这里边的图更生动 保证让你印象深刻 我随便翻了两页 呵呵 确实生动 连肌肉走向都给我画明白了 13 大四节课后 空闲时间多了许多 秦薇早早离校找工作 从朋友圈得知 陆婷也去了首都的一家大厂实习 仔细算算 据上次那场不欢而散的见面 已经过去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竟然没怎么想起他 段哥有事没事 就往我宿舍楼下跑 论坛里有人拍下他 每天守望女生宿舍楼的照片 客气询问 校爸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吗 PS 没有说校爸不能做行为艺术的意思 求生欲拉满 段哥当着我的面回复 这边视野开阔空气 清新鸟语花香 我看着满地焦黄的落叶 心说你就吹吧 这大秋天哪来的鸟语花香 幸好他的这种行为 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我开始去排毕业晚会的舞蹈 他总是站在门外 雕塑似的 扒着窗玻璃眼巴巴地往里看 每次我无意间看过去 都能和他对视 他原本崩直的嘴角 会慢慢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无声道 好棒 我被夸得飘飘然 多少有点喜不自胜 下一秒 就在光滑如镜的地板上 摔了个狗肯尼 保持着摔倒的姿势没动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太尴尬了 我试着站起来 手刚撑起的 就被一双有力的地板还住 段哥干燥的大手 穿过我层层叠叠的裙摆 稳稳拖在我的腿窝 一阵天旋地转后 我飞了起来 竟然是公主抱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 他好会 正羞涩着 段哥突然抱着我往上颠了一下 我忍不住啊的声 他挑着眉头笑一隐的 别怕 什么呀 我才不是害怕呢 是这个距离也太近了点 我能清晰地看到 他扑闪扑闪的睫毛 挺翘的鼻尖 阳光洒进眼里的轮廓 还有红润润的嘴巴 看着就很好亲 也许是我的目光过于炙热 他僵直着脖子 避开我的视线 脑袋硬挺地往后撤 一副静止色色的尖真模样 忍一下 我带你去医务室 练武室在学校最东头 医务室在最西头 我俩就保持这个姿势招摇过世 他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 本人设恐发作 恨不得把头埋到他脖子 即便这样都能感觉到 路人头来的火热视线 好羞耻 突然 我眼睛一亮 拍拍他的后背 你把我放下来 他目视远方 表情坚毅 安抚道 很疼吗 马上就到了 说着又加快了不子 我头上冒下两条黑线 忍不住扶我说道 不是啊 这附近有共享单车 他步子一顿 哦 语气里莫名透着惋惜 十四 五分钟后 我们到达医务室 我坐在场椅上 等段哥去找医生 默一会儿 他黑着脸出来 这医生一点都不专业 我带你去学校外面 话音刚落 他身后跟来位 穿白大褂的年轻男人 段哥听到动静 立马把我挡在身后 隔开所有视线 那医生开口 声音轻朗 别遮了 是沈颜吧 是肯定句 我更疑惑了 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扯扯段哥的袖子 眼神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明显误会了 急忙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脚腕 是不是又疼啊 我咧咧嘴 心想该怎么说 已经疼了一路 然后医生就把他推开了 他也蹲下来 给我检查脚腕 边看边说 我是是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 今天来你们学校做诊 治这点伤 还是绰绰有余的 说着扫了眼段哥 少听我直子胡说 他竟然是段哥小叔 这也太年轻了吧 段哥十分不服气地站在一旁 重重地切了声 检查结果还行 踝关节轻微扭伤 要休息十天半个月左右 就是暂时不能排练 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这也就意味着 我不能登上毕业晚会的舞台 总不能让大家都等着我养伤 我有点遗憾 回去的路上 垂着脑袋没怎么说话 段哥不紧不慢地跟着我 像在思考什么 好一会儿才轻轻开口 沈妍 你愿意跟我一起表演节目吗 我不理解 但我大为震撼 散打配舞蹈 这不大合适吧 恕我实在想象不到这画面 他嘴角抽了抽 是钢琴 不是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形象了 我随口打哈哈一脸崇拜的表情 即使转移话题 你还会弹钢琴啊 他仰着脑袋 像只开屏的孔雀 十集 哥们可是很厉害的 怎么样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有些迟疑 可是节目单在半个月前 就已经交上去了 我们临时往上加 是不是很麻烦 他笑笑 这还不简单 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 我想了下 点点头 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 只要选个轻柔的曲子 我应该能完成 跟我一起排舞的同学 也表示理解 替补成员开心上场 恨不得拉着我的手磕一个 我休息了一个星期 能自如活动后 就去找段哥排练 他在球场 看见我时眼睛一亮 性冲冲跑过来 留下身后球有一脸猛圈 卧槽 段哥重色轻友 旁边有人呵呵一笑 你才知道吗 十五 段哥弹琴的时候很认真 半点没有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 我俩配合的十分默契 稳稳有次在旁边观摩 表情复杂的看完全程 结束后把我拉到一边 神秘兮兮又激动异常地问 你俩甚至有情况 我满头问号 什么情况 少装 你俩的眼神都拉丝了 他声音猛地拔高 我捂住他嘴 幸好段哥摆弄琴剑 并没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他继续小声说 你就大胆承认吧 学校论坛里 你俩的CP粉都能凑够三个赢了 我惊讶 你也在里面 他毫不谦虚道 哈哈 我是粉头 我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很快就到了毕业晚会那天 我在后台隔间里换好衣服 刚推门出来 就看见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是陆婷 穿着一身妥贴的西装 单薄的肩上 早已吞下少年的青涩气质 看起来沉冷了不少 他原本在盯着墙壁 口中喃喃自语 听到动静猛地转过身 然后呆住 目录惊艳 想来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认真 看我穿演出服 最后 还是我先出声 你怎么回来了 他回过神来 定定地看着我 你都好久没有跟我联系了 好吗 我说城门篓子 你说跨骨轴子 之前你总嫌我烦人来着 他嘴角扯出一个 脱微嘲讽的笑 我之前还说 自己分得清爱情和友情呢 还莫等我思考这句话的深意 他又说出去 炎炎 我和秦薇分手了 我震惊 分不清他这语气 是想听我说恭喜 还是挤爱 最后只叹了一句 哦 这样啊 他目录悲伤 想来抓我的手 我知道你现在很讨厌我 我躲开 心说这倒是还不至于 炎炎 我和他从来没发生过什么 那次也只是在山上露营 他说的应该是 表白成功的那晚 他在跟我解释 从他突然出现在这里 再到说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要是再猜不到他的前台词 那就显得我多少 有些智商问题了 露婷想说他也有喜欢我 只是错把这种感觉 当成了友情 而我早就知道 他在感情上有多迟钝 在秦薇出现之前 他身边只有我一个异性 青梅竹马也好 普通朋友也罢 我总归是特殊的 露婷有意无意的 给过我太多 他也同样心动地证明 引诱着我再试一次 然后再残忍地告诉我 这次还是不行 我安慰自己没关系 总能等到他毛色顿开的那一天 现在看来终于等到了 在他和别人经历过一段 不算成功的恋情之后 可是太晚了 他知道的 他从我的目光中 看得清清楚楚 我叹了口气 相顾无言 只听他颤着嗓音问 我没机会了 是吗 是啊 露婷 是的 16 露婷红着眼眶点头 脚步仓黄地离开 我靠着强平复心情 听到身后一串脚步声 有人在喊 沈颜同学 你过来一下 是道陌生的女生 扭头看过去 教导主任 我意不意去地跟在他身后 进了一间小休息室 虽说已经要毕业了 可我还是对老师 有着莫名的敬畏之情 俗称恐惧 尤其是对这位 找你准美好事的教导主任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完了 断歌加塞节目的是暴露了 所以此刻 他笑音的表情 在我眼里就等同于 脱猴 认错吧 很明显 还是加在了 观音菩萨语音包的版本 于是还默等他开口问 我就急忙交代罪行 老师 这是和断歌可没关系 他眯了眯一眼 鼓励我继续 说我想表演节目 他本来没这个意思的 你要是批评的话 就不用带他了吧 教导主任听我说完 表情诧异 沈颜同学 我找你不是要说这个的 断歌他 是我儿子 我 哈 这句话的信息量 也太大了吧 他看起来倒是很满意我的反应 看来他还没告诉你 不用担心晚会的事了 我要加一个 亲儿子的节目 还是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怪不得断歌那时候说小问题 他能解决 原来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后门 阿姨 你是要找断歌吗 我这会儿也没看见他 他 我知道啊 我把他置回办公室里 拿东西去了 那就是专门来找我的了 我想起小说里 男主母亲找上门的场景 必定有这么一句固定搭配 这里有五百万 离开我儿子 可我跟他儿子也没关系啊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缓缓开口 断歌很喜欢你 但他什么事都往心里憋 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 语气坚定的开口 苏迟那件事 他也没告诉过你吧 我一惊 没想到还会牵扯出来这个人 十七 接下来的五分钟 我从他的口中 听到这个故事的全新版本 原来断歌下了死手打的人是苏迟 原来警察接到我的报案后 并没有处理苏迟 而是在交务处 对他进行了一番 简单的思想教育 那天教导主任在 断歌也在 他们都看过那几张照片 教导主任十分理解我的心情 可是警方坚持认为 苏迟并没有给我 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就算他想下处分也没用 纵容的结果 就是苏迟那晚拿着水果刀 再回女生宿舍的必经之路上读我 谁也没想到 白天一声不吭的断歌会 在那里和他打起来 所有知情人都猜到 他是因为我才动手 可他不承认 警察问起来 他只抬着眼皮 一脸桀骜 老子看他不顺眼很久了 这就是理由 苏迟被带到医院 当晚被检查出精神疾病 学校这才意识到 他差点闹出人命 连夜把他开除 至于断歌 校园里的人不知道真实情况 强烈要求给予处分 校长暗示他 只要把那段路上的监控放出来 再加上沈颜同学给你作证 你一个处分也不用背 可他还是拒绝了 学校里的人阴阳怪气的叫他笑爸 他不仅跟没听见一样 还从家里搬出来 坦坦荡荡的住进了学生宿舍 就这么过了两年 最后的最后 教导主任给我擦擦眼泪 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 如果那件事情大肆宣传出去 对你的伤害才更大 所以 他是因为我才被人 当作暴打无辜路人的坏人 可他为什么一直都没告诉我 教导主任看了眼手表 急吼吼地出去 在门口还狡黠地冲我眨下眼 可别告诉段哥我来找过你 要不然他得闹腾死我 还莫等我点头 他就关上门 脚步声渐远 我把头埋在桌子上 思绪万千 直到段哥推门进来 原来你藏在这儿了 可让我好找 我哭得眼眶通红 满脸都是累 跟我印象中的第一次见面一模一样 才叹了口气 看来你已经见过路亭了 语气颇为失落 我气不打一出来 哭得更凶了 你瞅瞅这人 地球爆炸了他的嘴都在 忍者神龟都没他能忍吧 十八 他哄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的脱口秀 才让我缓过来 临上台前又再三确认 我能不能继续 看我点头 他拍拍我肩膀 走吧 看到我们两个一起上台 观众席里有人喊 是真的 我磕的CP是真的 我也想是真的呀 可是他嘴比美国队长的盾还硬 干 我扭头 看段歌红着脸坐在钢琴前 修长的手指奏想一串串音符 表演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裙摆随着音乐一同落下 我看到路亭在台下鼓掌 会场里尖叫声不断 我转身牵住段歌的手 拉着他一起鞠躬谢幕 趁他低头 我凑到耳边 巧声说 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下一秒 他黑润的眼睛看过来 写满惊讶 段歌手都在抖 拉着我匆匆离场 刚下舞台 就把我圈进怀里 他很高 这会硬是把毛茸茸的脑袋 靠到我肩上 也不知道这个姿势难不难受 我正拖不开 干脆像树袋熊一样 挂住他的脖子 好扮赏 还听到他小鼓一样的心跳声 渐渐平息 段歌总算直起腰 下巴搁在我头顶 说 沈妍 你该不会是在别人的伤透了心 才想到投入我温暖的怀抱吧 你们听听这人说的是什么话 我妈撒着他手腕的巴 说 不是 他眼底写着期待 听我说出后半句 我图谋你很久了 他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眼底成满笑意 扯着我的手往衬衫里塞 我 总算摸到了 那正好 我也是 段歌双手托起我的脸 低头 我羞怯地闭上眼 然后 这人出其不意地 在我脸颊上猛作一口 满意道 早就想这么干了 我单定地抹了 把脸上的口水 心说不愧是他 段歌 亲得巴唧巴唧响 像小狗啃骨头 连亲带咬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又贴着我嘴角轻轻喊 小糊涂鬼 段歌翻外 我认识沈岩的时间 比他想象中还要早 喜欢他的时间也是 他太糊涂了 可能早就忘了 大一的那场学院联谊 我平时对这种活动 没什么兴趣 可是有沈岩的话 就大不一样了 他的照片 早就传遍了学校表白墙 我倒要看看图片和实物 到底相不相符 事实证明 他不是很上镜 因为那天晚上 我眼中的他 要比任何一张照片 都好看千百倍 尤其是他自我介绍之后 看着我笑的时候 没想到吧 哥们竟然是眼狗 真眼狗 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天我捏着扑克 在他身前转了好几趟 试图引起他的注意 像那讨堂吃的小孩 学校那群小姑娘 说我是校草 不知道沈岩 会不会也这么想 莫人知道 我心里锣鼓喧天 震荣发聩 然后我就听到 他在打电话 原来他有喜欢的人了 我没再刻意接近他 这种事情 多少有些不道德 可我有看他的每一场表演 一次不落 我坐在第一排 幸运的时候 他的目光会扫过来 我们对视在分离 这就让我很雀跃 莫过多久 他就遇到了那种事 我早该想到的 他这种艳丽的花 会被心思不轨的人肖想 可我没想到 这人会坐到那种地步 我去见了他一次 在那条没什么人 经过的小路上 他抱着膝盖哭 我只能看着 颤抖不止的肩膀 沉默着地上一包纸巾 他选择相信警察 而我不想让他难过 以抱之抱可能不对 但是很爽 那晚我一直跟着苏持 在他下课之前 一脚把苏持踹翻在地 其实我倒不太记得 当时用了多大的力 满脑子都是这玩意真该死 我被他划了一刀 不严重 就是流了不少血 小叔给我逢针的时候 还嘲笑我 警察和校长的意思我懂 可我不想让沈颜 成为舆论中心 再说了 我确实看他不顺眼 这是实话 后来我办了住宿 心想的是离他在近点 同学们开始叫我笑霸 还挺威风 就是不知道沈颜 会不会害怕我 算了 他可能都不认识我 陆婷和别人在一起了 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这小子眼光不怎么样 倒是便宜了我 沈颜撞我怀里 这是我能吹一辈子 有苏持那一档子事 我担心他有什么心理阴影 所以我打算徐徐徒之 我妈嫌我进度太慢 确实 连加微信那个环节 都是经过我一番深思熟虑的 干 准备好的表白被沈颜结糊了 他说图谋不轨 笑死 哥们看得出来 他就是喜欢我 改一下和沈颜在一起 这是我能吹到下辈子 以后我还要和他结婚 你们可别太羡慕我 谢谢大家